这一期影片我们来讲大西洋的飓风啊 欢迎大家一起收看 竹千辛看气象 气象看竹千辛啊 太平洋上面呢 目前已经没有台风信息了 我们从云图上面看不到台风 但是从这个英语网站里面可以看到大西洋上 还有一个扰洞啊 这个扰洞的速度很快哦 中间时速有85公里啊 它的气压只有992 它的行进速度每小时20公里 一直往西北方向来 它产生的时候是往西北走啊 但是它慢慢的现在往西南走 走了一段时间之后又会往西北走 朝向纽约市过来 它距离纽约还有2850公里啊 虽然是有点远 但是行进的速度20公里 一天就将近500公里 所以很快就会到达 我们继续来观察这个命名为 温帝这个胚胎的行进方向啊 欢迎大家一起收看竹千辛看气象 气象看竹千辛 拜拜 拜拜